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郑良金同修与我们分享 曾经身患癌症的郑同修 如今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心想事成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及隆天护华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罗军红抬奖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富裕们 非常感恩有机会在这个殊胜的华会上 让我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修复三年来的感悟 修说清明法门三年以来 总会碰到有人问起一个相同的问题 你为什么修复 你为什么每天不休息拼命念经 苦不苦累不累啊 每一期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我修复因为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想让自己身体好 想让自己和家人平安健康 事业胜利 想让周围的人大家都好 我念经因为我开心快乐 师父住在华旗出门 这次真是不需 实实在在 华族内生的回答 因为修复念经后给我带来的益处 是看得见摸得到的 对我和家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这要从我1998年的矮战说起 这一年内对我来说打击是巨大的 对我的家庭更是犹如世界墨绿一般 但是菩萨妈妈只悲我 让我接触了福法 了解到自己罪孽深重 才会得起果报 我开始使用七传数 但是还不太会念经 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心灵法门 只是在菩萨的庇佑下 和自己用力的支撑下 让我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但是身体一直还是非常虚弱 甚至无法躺下入睡 每天只能坐坐睡觉 这样的经历 对一个本来就身体虚弱的人来说 无疑是疏伤加症 有道是否不担心 我儿子的事业也是曲曲折折 我也因为家中开洗衣店而背负了 沉重债务 又要缓债 生意又不景气 加上我身体不好 有心求武力帮助照顾家中的生意 我们老两口的立即过得紧紧巴巴 有时候会被缓缓的压力压得传不过气来 也正是我在疲惫不堪 甚至感觉美丽过着灰色暗淡的生活 渡入年龄的时候 我有幸接触到了心灵环门 看着图腾饰品中那么多富有 从各种病痛 疑难家政 甚至着症中得到康复 那么多的富有走出生活困境 我从事的信心 感觉找到了期望 心灵缓门三大花宝 念经非常重要 我开始三年卤一律 每天一起穿就开始念经 做家务也念经 出门买东西也念经 不看电视不可能闲聊 抓紧纷纷描描 除了念经就是念经 就连晚上睡觉睡得迷迷糊糊 好像有时候都还在念经 学了心灵缓门后 家中也请了观世音 补杀的宝像供奋 并且在自己的洗衣店 放了台奖的双成当 书记和法会视频 我希望更多的有缘人 能够在弥漫无助中找到希望 就像我一样 学乎念经 这三年多的坚持 让我的身体明显好转 我现在可以躺着入睡 一觉睡到天亮 心情好很多 好多事情也看开很多 性格也有改变 我身上的变化 家人有目共睹 家人又来又支持我 修复念经 也积极支持 让我去参加各地的法费 儿子的工作事业 也在利益豪转 儿子不但可以照顾自己的小家庭 还能帮助我返贷款 这样我的压力减轻很多 我们老两口的力减轻也好过很多 随着我年龄大了 洗衣店的生意也顾不过来的 我注定把洗衣店处理掉 用我这后半生好好地报答 关心补杀和台长的恩情 好好修复念经 修信修行 好好去光阴堂做义工 做一些事事给来光阴堂念经的忽悠师兄们 在处理洗衣店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朱约也看就要到期 但是还没有找到何时的买主 这就意味着朱约到期后 我们要把房具归房房东 洗衣机等个内家务只能当垃圾扔掉 我正在为止有些花仇的时候 关心菩萨妈妈又一次纸杯了我 一个买主一想不到突然就出现了 并且开出一个让我们老两口都很满意的价格 让我和我的家人都深深感恩菩萨妈妈的直辈 树无据实 有求必应 这就是我修复三年以来的经历 和一点感悟 关心菩萨妈妈真是不虚 心灵缓门理念事劣 素不胜素真是不虚 我自己修复念经后种种佛意真是不虚 再去经历台奖节目论音中的 关心菩萨的开示 一大价共眠 发发性适成振作 来自五上正等正中的福祉 为师必定弥补人间事实 保平安吉祥 发清古恩用 为师早收悦见 内心光明无量 大放光明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 感恩祝福菩萨 对隆天护法 感恩无我 与他的恩赐 卢君宏台奖 感恩之位 华师福尤义功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